千人抢租行天宫公宅迷你套房开箱给你看 台北市行天宫公宅商与开放联合招租 总共是出17户 短断两周就吸引1154人申请 中坚率仅1.7% 创今年北市公宅中坚率最低记录 行天宫公宅就位在捷运站楼上 是捷运联合开发住宅 到站及到家是这么多人抢的入住原因 内部究竟长怎样 苹果新闻网开箱给你看 行天宫30户公宅皆为套房房型 16屏格局狭长 有阳台大面窗和另一小窗 洒清的阳光让小房更显温暖明亮 即便摆上床架 行走起来也不至于拥挤 衣柜鞋柜等固定式家具皆有提供 捷运联开宅因没做瓦斯管线 故以电磁炉电热水器替代 流理台摆在卫浴旁的空间 上方吊挂橱柜 卫浴为淋浴室设备 空间宽敞还有一面场景 约束金含管理费每月16200元 相当市价的85折 12屏房型少了大面窗阳台 卫浴空间略显较小 旁边就是流理台 也都有附固定式家具 整体空间也算舒适 每月租金14100元 这个公宅会这么受到欢迎的原因 大概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地点 在捷运的楼上 所以地点相当的便利 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租金价格 除了市价85折之外 我们还会针对不同的家户 进行这个租金的分级补贴 行列宫公宅集中7楼至9楼 3楼就是小米店铺 周边临近文教区 学校众多 生活技能完善 17屋抽签将于23的进行 预计5月下旬选屋 6月签约交屋